异国之主大婚允许美娇娘 刚要演奏爱的交响曲 不料新娘山丘变平原 竟还携带超大号保温杯 皇帝玉库无泪 我娇娇软软软的小娘子呢 没想下一秒 新娘反攻 陛下 我可不是灵 就在一个小时前 苏苏睁开双眼 发现自己竟穿着嫁衣坐在花轿里 她这才意思到自己这是穿怨 她本是个天才医生 却因为连轴做了几台手术 三天三夜没合眼 结果又发心梗猝死 一命呜呼 所以说身体是战斗的本钱 要懂得劳逸结合 此时苏苏连忙检查了一遍身体 还好 男人灵箭都还在 她很是疑惑 怎么她一个大男人 穿嫁衣坐在花轿里 不然 脑子里涌上一段 不属于自己的记忆 原来 这个身体的园主 本是个无依无靠的小透明 却应长着一张 雌雄莫变的好龙颜 从而被安王选上送进皇宫 想要在新婚夜刺杀皇帝 园主本来不从 奈何却被喂下毒药 以性命要挟 可怜的园主只能含泪答应 苏苏不禁感叹园主真天真 就算成功刺杀了皇帝 那他必然也会被灭口 很快 花轿就被抬进了皇宫 坐在昏床上 苏苏看着怀中盖毒的笔声 思考着该如何应对今晚的局面 不一会儿 帅气的皇帝就走了进来 并冷冷地命令苏苏将红盖头接下 苏苏一边听话地接下盖头 一边却在心里赞叹皇帝的声音真动人 再看清对方的长相 苏苏更是一脸垂涎 这皇帝长得实在太对他的胃高 真恨不得立马和他动脏 此时 皇帝也起身靠近 大手抬起苏苏的下巴一脸盲位 皇叔送的女人果真诱人 自己把衣服脱了吧 见苏苏半天不动作 皇帝决定自己动手 风衣毒食 他一把孤倒苏苏 扣住他反抗的双手 接着大手开始肆意探索 十秒后 男人瞪大了双眼 不敢相信媳妇竟偷藏超大号保温杯 趁着男人愣神 苏苏一个翻身 局势瞬间扭转 随后一套动作下来 皇帝面红耳赤 直呼爱妃真狂你 苏苏却笑得一脸邪魅 红唇清起 陛下 接下来 你只管负责享受就行 这个皇帝也太惨了 单身三十年 好不容易成个亲 以为终于可以结束五指生 结果却发现 北娇娘近视的大老爷们 自己还成了底下的 怎么 我堂堂一国之君不要面子的吗 看着上头的美艳新娘 小皇帝还以为媳妇 是要跟自己玩特别的游戏 激动的一把拉过媳妇的手臂 不料 嫁衣却很有眼色的自己散开 我说是嫁衣碰瓷 死心吗 看着和自己一样的身体 皇帝愣住了 已经是难吧 在想到自己刚才摸到他的保温杯 瞬间就感觉自己不干净了 顿时恼羞成怒 开启嘴炮模式 结果用力过猛 一口气没喘上来 昏厥过去 苏苏衣服都来不及整理 连忙凑近查看 在他的一番妄文问妾下 他判断男人是心动过苏的毛病 立马采取急救措施核酸法 通过刺激咽喉又发恶心 由此让心跳慢下来 九九八十一下后 苏苏觉得他的手都要泡发了 小皇帝也终于睁开了双眼 此时的他还很迷惑 我这是又发病了吗 刚刚是什么东西一直在摸我嗓链 突然身后传来声音 舒服吗 苏苏邪魅地问道 小皇帝吓得一把推开苏苏 怒斥道 大胆狂徒 你竟然敢以下犯上 很明显 他误以为刚刚嘴里的是苏苏的保温杯 苏苏没想到皇帝竟如此纯情 他笑得一脸得意 陛下 我刚刚可是救了你了 可皇帝并不相信 觉得苏苏就是徒诺不古 苏苏边穿衣服边解释 我要是想害陛下 那您现在哪还能站在这呢 你患的是心动不快的毛病 我刚才的动作有助于你说 闻言 皇帝想了想 这次确实恢复的笔翼网筷 他很疑惑这人究竟是什么来着 竟比宫中的太医还要厉害 苏苏很是心虚的胡扯自己 也有心计的毛病 这是以前看病时 从民间医者那学的偏方 然而这并不能让多疑的皇帝打消不语 定是皇叔派你来谋害姑的吧 苏苏无奈解释自己也是被动为妃 并不想在这场斗争中无辜躺枪 而皇帝却吵吼道 不凭什么信任 苏苏满不在意的开口 就凭能缓和您心急的只有我 随后一把搂过皇帝的小男腰 笑得一脸邪魅 我和那群太医可不一样 我可以让陛下更舒服 不是吗 你能想象眼前这么美的新娘 居然是个大老爷们呢 没错 这新娘是个妥妥的汉子 而且还缠上了皇帝的大纵 总是想方设法太幼吃豆腐 眼看皇帝就要发火 苏苏拾去地放开了咸猪手 慵懒地坐在床榻上 表示自己并没有敌意 随后一把揽过皇帝的细腰 询问今晚是否要层床共枕 皇帝一把拍开苏苏的猪蹄 陆氏他别痴心妄想 苏苏却笑着表示 今晚可是新婚之夜 若是陛下此时就出去 那名皇帝不行的消息 便会人尽皆知 闻言 皇帝再次推开苏苏藏过来的大声 将枕头塞到苏苏的怀里命令到 那你给我睡地上 我睡床 听此 苏苏笑着放下枕头 表示自己就是要睡床 随后再次将皇帝压到身下 导谈道 做戏的要做全套 不如我们假戏真做吧 接着手口并用 咱就说 苏医生 你看比小太敌一样 怎么随时都要贴贴 而纯情的小皇帝哪经历过这些 羞得满脸疯疯 一把推开男人怒斥 你大胆 再如此放肆小心我坦了你脑袋 随后一脚将灯土主踹下床 你临我原点 苏苏吃不到肉 无奈只能独自去小榻上思考人生 从原主的记忆中得知 这是个架空的朝代 皇帝少年登地 朝政一直都是由安王 也就是皇帝的四皇叔把持着 而如今皇帝越见长大 再也不愿如面团般随人容音 于是安王想要除掉 这不听话的傀儡取而代之 这才有了让苏苏进攻刺杀的计划 想到今天发生的事情 他长叹一口气 皇帝这关算是过了 接下来得想办法运出安王那边 自己找到解药宝座小命 看着对面熟睡的男人 苏苏觉得抱紧皇帝这根大腿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虽然他看起来冷冷的 但是不惊动 很好拿捏 而此时 某大宅 一男子正和属下 积极喳喳酝酝酿的大招 看来 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这个男人也太大胆了 不仅将九五之增 压在身下百般调戏 还使出骨肉计 给皇帝挡刀搏同情 真是鬼祭多端了音 半夜三更 正当大家都在熟睡时 一群蒙面非裔人 来到皇帝寝宫吹入泥烟 小皇帝立马察觉到威胁 连忙捂住口鼻 来到苏苏身边 呼醒还在熟睡中的美人 苏苏督睁眼就看到 皇帝在上头 还以为他是要来 和自己圆房的 开心地正要用嘴输出 结果下一年 皇帝的大手 就堵固了他的大肚子 并用眼神示意他往门边看 苏苏立马明白过来 他连忙捏手捏脚的下床 打湿了两块裹脚布 扶住皇帝的大肚子 解释道 但用手势防不住烟雾了 是毛巾防明烟的效果更好 两人小心翼翼地躲在床上 皇帝小声询问 苏苏接下来安亡有什么计划 苏苏睁着无辜的大眼 表示自己对此事并不知情 显然皇帝并不相信 很快 几名刺客传了进来 为首的举起刀 就往床上抬去 下一秒 皇帝就使出一招 神龙百尾将整个被子 先被盖到刺客身上 随后闪现到刺客身前 啪嚓一声 刺客瞬间倒闭 接着 与剩下的几人展开厮杀 一旁的苏苏看着这场景 觉得这是个救驾立功的好时机 能够让皇帝有此信任的 很快机会就来了 一名刺客正想找背后偷袭 苏苏立马计算好 不伤要害的位置 背扑到小皇帝身前 挡下了这不要命的一刀 咱就说 苏苏你真是个大聪明 对于突然出现在身前的美人 小皇帝愣了一下 随后一刀结果的刺客 看着吐血的苏苏 他很吃不解 你就这点本事 还敢来送人头 本来我是可以直接动手解决的 你都挡了我的发挥空间 苏苏连忙咳嗽几声 表示当时情况紧急 来不及多想 只能这样才不会让您受伤 随后假装虚弱的开口 我为了陛下连命都不要了 陛下您不会不负责的对吧 细经一声穿到古代城南非 喜好男色的他看上纯情小皇帝 不仅百般撩拨球贴贴 甚至使用苦肉剂给皇帝打到 成功让皇帝另眼相待 让他住进豪华大宫殿 这引得皇帝的一群妃子极度眼红 纷纷坐等苏苏失宠被打进冷宫 此时 苏苏正在房间里大秀不及 虽然已经计算好位置 没有伤到要害 但是是真疼啊 这时 安王大摇大摆地走不进来 还只走了宫人 苏苏立马切换表情 一脸可怜地抓住安王手臂 表示皇帝太警觉 昨晚一进来就扒拉自己的衣服 自己根本找不到机会下场 随后又解释替皇帝挡刀 只是为了获取皇帝信任 一边日后找机会下场 就这样安王被苏苏三言两语给打了 并留下一瓶伤药 不得不说 苏医生 奥斯卡欠你一座小惊人吧 这演技杠杠了 只是来关心一下 并没有给他什么东西 要是不信的话 可以随便搜身 说着抓过皇帝的大手 推上自己的胸膛 尽管来吧 小皇帝吓得连忙抽回手 一个小婢子 受伤了还不安分 不要命了 苏苏立马患上委屈巴巴的表情 控诉陛下 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救命的日子 小皇帝实在受不了这小婢子发烧 转身就要走 不料却又被苏苏拉住 柔弱美人表示害怕坏人在里 需要男人留下来陪她 然而皇帝却傲娇拒绝 还从没有哪个妃子 敢读止她的去留 闻言 苏苏起身靠近男人 在她耳边低语道 那现在不就有吗 皇帝耳根子一阵发热 感觉又被调戏了 恼羞成怒的她把人狠狠地推 苏苏立马痛苦地挨幽一声 小皇帝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碰到了她的伤口 想到她顺不顾身地为自己挡到 她心口一脸 算了 只一次 下不为例 说完不自在地躺下 敢就说 小皇帝你也是太天真了 这种事情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下穿衣服睡觉 不难受吗 我来给您宽衣吧 茶医大佬苏开记意外 穿到古代城南非 为了攻略心上人 不惜使用苦肉计 成功让男人心疼 并获得同床共振的机会 然而尽管苏开记身负重伤 却仍旧不安分 大手疯狂在男人的雷区 反复试探 小皇帝受不注意 把抓住猪蹄子威胁道 再这样的话 我不建议让你三天都不用睡 苏苏立马怂了 毕竟自己有伤在身 三天不睡 现在还不得被吸尘干湿 立马老实睡觉 隔天 整夜未睡的皇帝 无精打采地看着奏则 都怪昨夜苏开记太不老实了 总是将他搂得太紧 他几次试图将人推开 却都失败了 只能强忍得到天宁 要不是念着他有伤 并是要让他尝尝 随意点火的后果 这时 罪魁祸首端着大补汤团团来 大总管瞬间脑补一场 鼓掌大戏 欣慰得老泪纵横 陛下也真是的 娘娘还伤着呢 也不知道心疼克制一下 咱就说 公路你该心疼的是你家陛下呀 看到荣光焕发的苏开记 皇帝一脸怨气地开口 怎么 晚上不够 白天还要再来试吗 苏开记一脸不怀好意地靠近地狱 我知道昨天是我不好 不该那么折腾你 所以特地顿了补汤补偿你 你磕磕看 随后两手搭在小皇帝的额头上 开始流捏起来 几个工人挤在门缝处 偷看两人甜蜜互动 不禁感叹 苏菲真是不得了 居然能拿下陛下这棵千年大铁树 想着以后定是要好好伺候苏菲这个大红人 此时 正享受家人贴身服务的小皇帝 询问苏开记什么时候可以治好他的心急 然而以目前的医学水平 根本无法治好 闻言 小皇帝立马翻脸 大手握住美人驳梗目斥 你竟然戏耍我 你当真以为我不敢动你 说吧 直接将人扛起带进小飞屋 毕竟丢到榻上 你现在给我做 这个男人好会变脸 上一秒还和颜月色 下一秒就将人摁住扔到榻上 就在刚刚 得知苏开记不能治好他的心急 小皇帝立马翻脸 将苏开记扛起关进小飞屋 命令他没研制出方案前不准出去 苏苏表面上委屈巴巴 心里小人却开心坏了 他刚好可以借主机会好好研究一下他身上的毒 晚上 小皇帝便来询问这要进步 苏苏却说了一堆小皇帝听不懂的名词 什么心电图 导管 电机等 小皇帝听得头大 总结下来 苏开记就是不想要他的小命 苏苏立马认所 狗腿的表示虽然目前无法治好 但是有其他方法缓和 比如少生气 多喝汤药 暗柔心口 说罢便开始动起手来 咱就说 苏医生 你真是逮着机会就想吃肉 看着苏开记那不安分的大手 小皇帝觉得他就是想吃豆腐 刚要发火 就被苏苏的大手按住 陛下 千万不能随意动怒 不然又得像上次那般深入疗法 闻言 小皇帝立马没了脾气 不得不说 苏苏真是把小皇帝拿捏得死死了 隔天 被拿捏的小皇帝 垫在朝廷上转移怒 周公公以为是小夫妻吵架 才导致陛下满脸怨气 于是决定来点猛料 让两人重修就好了 深夜 小皇帝忙完刚怕进寝宫 就闻到了沁人心脾的香味 走进屏风后便看到 一袭蓝色锦袍 满头青丝散落的妖孽美人 正创着他展露笑颜 可惜直男皇帝不解风情 不满道 谁允许你进来的 苏苏笑着开口 周公公说你只是不让进屋书房 并没说不能进寝宫 那这些玩意也是你准备的 皇帝指着桌上的东西质问 苏苏摆了摆纤细的双手 表示不是他 皇帝立马明白 定又是周公公 杨奉明为 当转头要斥责几句 结果周公公一溜烟讨了飞快 只留下一句 陛下你们好好享受 而苏苏见爱事的人都走了 连忙关上屋门 提一小酌几杯 怎么 新婚夜没做成的经验要补上 有一个查意了得 天天都想吃肉的妃子 是中什么体验 小皇帝无法拒绝苏大美人的邀请 只能一隐而进 他很担心苏开记会借机做点什么 而苏苏却体贴地表示 今晚我睡地板 陛下尽管放心 就算我身上有伤 被冰冷的地板动到也没有关系 只要陛下睡得好 我睡茅房都行吗 闻言 小皇帝不淡定 咱就说 苏医生 您这茶里茶气的发言是从哪学的 晚上 小皇帝果然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总是担心苏开记那柔弱小身板 堂不住地板的含量 殊不知 完全是瞎操心 但凡你回头看一看 就知道他睡得有多香 隔天 柔弱不能自理的苏大美人就病 看着咳嗽不止的苏妃 周公公心疼不已 怎么才一晚上就折腾成这样 陛下也不知道克制一下 酥酥虚弱地坐起身 不怪陛下 是我衣服穿少了 这才受了凉 周公公感激屁灵 还多亏了娘娘您 陛下今日格外的慈眉善目 也没有责怪老奴昨日擅作准章 我的感觉准没错 陛下就是喜欢娘娘的 随后又表示 为了增加两人的相处机会 他故意没拿汤药了 想让陛下自己送来 咱就说 这公公得夹鸡腿 有CP他是真助攻 周公公走后 苏苏无聊到想抠脚趾 这古代 连个娱乐项目都没 好无聊啊 这是突然传来地下到来的声音 苏苏连忙调整成虚弱状态 只见皇帝端着要不自在的开口 听说你生病了 苏苏边可掃边回答 不要紧张 陛下不用担心 文言 陛下一脸傲粉和心疼 都怪我 昨夜不该那般对你 随后将要递到苏苏面前 赶紧做了吧 可苏苏却表示 想让陛下示下温度 皇帝一脸不情愿 苏苏立马又疯狂 疏疏查言查语 捂着胸口一脸柔弱 没关系 我可以自己来 就算烫到也是我活该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皇帝哪能让美人再度受伤 连忙咬了一勺米的一下 温度正 话都还没说完 就见苏苏修长的身子凑了过来 一把抓住皇帝的手腕 就着刚才他敏过的位置贴了上来 皇帝瞬间瞪大了双眼 哈喽 大家好 我叫苏开记 你们可以叫我苏苏 眼前这个美人是我的皇帝夫君 今天是我穿来这里的第五天 也是想闯进我夫君小菜园的第五天 初次看到他 我就喜欢上他的小菜园 很想在里面种上各种爱吃的萝卜和蔬菜 可钢铁直的他 却把他的小菜园看得紧紧的 碰都不让碰 更别说让我进去观赏种植 不过没关系 相信在我苏大美人的强烈攻势下 他总有一天会心甘情愿打开他的小菜园 让我在肥沃的土地上 浇水灌溉 撒上罗补佐 就在昨天晚上 因为偷访菜园子失败 小皇帝就把我睡地板 隔天我就着凉受寒 他立马紧张退就得不行 还亲口是样 如此良辰没紧 哪能浪费 于是我就着他抿拨的位置 将汤药喝了下去 谁料他如受惊的小兔的 记忆把推开我 还说我太放肆 真是的 他一点都不懂浪漫 可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于是我决定准备个大大的惊喜 向他陪赠 很快到了约定时间 我盛装打扮了一般 带着小皇帝前往目的地 心想这个惊喜准能抓住 小皇帝的心坛 谁料两脚刚踏进原子 一阵杂乱的月声震耳欲聋 小皇帝满脸不悦 这就是你准备的惊喜 爱妃可真是会戏爽 不是 谁来告诉我 这群花之招展的男人 打串出来的 我知道小皇帝 喜欢干净的情音 各地吩咐要找素雅的情师 而不是这么花里的少人 一旁的工人解释 这群人想到要见九五之尊 就特地打扮了一番以表尊重 唉 惊喜便惊吓了 我连忙赶走这群花苦雀 身上转身离开的小皇帝 陛下你听我搅辩 不是故意 这纯属意外 然而头疼的皇帝 一点是不幸 于是我提议 今天阳光云昧 不如我们去你的小菜园散散心吧 说吧 不等皇帝拒绝 我一把挽过他的手臂 发压着就好 而这一幕在吃瓜群众嘴里传来传去 就成了皇帝独宠苏妃 为爱怒感情敌 消息很快传到后宫各位娘娘和安王耳中 看来 早事的又要开始了 自从皇帝独宠苏妃的消息 被传得人尽皆知 危机也接踵而至 这不 大晚上 苏苏正在散步 一鬼鬼祟祟的工人就故意撞上他 还塞给他小纸条 一看 是安王想要苏苏吹吹枕边风 将叶炮灰安插在上书位置 苏苏看着小纸条头疼不已 这时小皇帝进来了 他见苏苏神色不对劲 开口询问原因 苏苏立马将小纸条指给他看 皇帝看完 试探性地询问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苏苏思考片刻 一脸严肃到一花接木 说吧 笑得一脸明媚 拉着小皇帝就想探索太原的秘密 只可惜 又是被拒之门外的一天 哼 走着瞧 总有一天你会主动邀请我逛菜园的 隔天朝堂上 大臣们十分期待着这上书之位会花落谁家 尤其是安王 两眼放光 一副势在必得的模样 而小皇帝先是夸赞了一下夜炮灰能力出众 可堪重任 随后便将他提拔为X州不一事 这看似提拔了官职 给了权力 可X州那鸟不生蛋的地方 就算有在大权力也无用之地 皇帝这招名声暗将的操作 引得安王敢怒不敢言 心里不满的他立马叫住了刚要离开的小皇帝 开心地表示要为夜炮灰举办庆祝宴 邀请皇帝赏脸前来 闻言 小皇帝欣然答应 然而回过头 安王瞬间变脸 捏紧拳头 还说什么宠妃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也没必要留着了 半夜 苏苏独守空房 一脸的不开心 怎么这个点了还不回来 吃什么要吃这么久 突然 蜡烛熄灭 一阵阴风袭来 苏苏迅速转过头 谁 只见一把长刀直逼眼眠 傲娇皇帝新婚迎许美娇娘 掀开一看傻了眼 怎是和我一样的身体 泪流满面双手锯 我不好这口啊 不要吓一鸟 新娘反呼 陛下 你就认命吧 面对苏开记的步步紧逼 皇帝一边排斥 一边却又忍不住靠近 甚至将自己的贴身暗卫 也派来保护他 此时 看着迎面而来的长剑 无贵武功的苏苏毫无退路 罢了 反正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他眼睛一闭 不再度无畏的反抗 静静等待死神的降临 然而预料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 睁开双眸 却发现眼前不知何时多了的弟子 正挡住刺客的长剑 美人姐姐你不用怕 我会保护好你的 他是谁 怎么出现在这 苏苏一脸疑惑 这弟弟看着年轻 可战斗力爆表 三两下就将黑衣人解决了 这么迅还学人当刺客 我还没热身呢 接着连忙跑到苏苏身边求表扬 在我的保护下 姐姐的一根头发都不会被刺客伤到 苏苏望着不远处 孤零零的一撮头发心想 说好的毫发未伤呢 就问打脸部 一番询问下 才得知这个奶斗弟弟 原来是皇帝派来专门保护他的暗卫 姐姐 你都不害怕吗 别遇到这种事情早就吓得大喊大叫 苏苏抬手一边给奶斗弟弟顺毛 一边解释 害怕也没用呀 律师要冷静 才能找到解决办法 哇 姐姐果然不是一般人 收拾完现场后 想到刚才发生的事 苏苏不经一阵后怕 得亏有那个暗卫 不然今天的晚晚 没想到那冷冰冰的皇帝 竟然会派人保护自己 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说曹操曹操的 这时小皇帝走进来 苏苏快速切换表情 挤出眼泪向小皇帝飞奔而去 陛下你可回来了 你知不知道我晚上经历了什么 我好怕再也见不到陛下你了 小皇帝刚想安卫的大手停顿了两秒 接着一把拉开苏苏 我看你好的很 还不是多亏您派人保护 不然您可就见不到这么美的我了 接着戏经上身 没想到陛下出门还如此记挂我 我太感动了 然而傲娇皇帝却表示 自己只是记挂苏苏一身的本事 并不是他本人 还真是全身上下嘴最硬了 话说如今皇叔急于除掉你 这下换你来求我保护你 你得好好表现 明白不 隔天 苏苏想到皇帝昨晚的态度 不由得眉头一紧 现在他处于被动 得尽快想办法拿回主动权 正苦思冥想之际 一群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人不约而至 他们怎么来了 细经一声穿到古代城南飞 一手一个搂着皇帝飞着笑嘻嘻 不料却皇帝当场撞见 好家伙 我这是被谁给绿了 看着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几个女人 苏苏眉头一皱 百指不晒 几位姐妹今日怎么有空来啊 还不是苏妹妹女 进宫这么久也不来找我们 那我们只好不请自来 不过这也不能怪你 谁让苏妹妹这么得圣宠呢 这茶言茶语的台词怎么这么熟悉 这不正是《黄缓》里面的剧情吗 果然 电视剧情不欺悟 崩斗戏都一样 苏苏有些尴尬 怪我疏忽了 下次一定多多走动 几人连忙热情地拿出再来的糕点摆上桌 接着十分热情地招呼苏苏坐下品尝 难不成糕点有足 可看着一旁吃得正欢的兰飞 看来不是 于是苏苏拿起糕点放心地品尝起来 此时 两双胞胎对视一眼 下一秒 静飞就扶着桌子嗷嗷大叫 妹妹 你怎么了 吃了也没事 那就只剩下这杯茶了 看着两人一唱一喝的 苏苏嘴角上扬 眼神里满是不屑 原来在这等着我了 茶飞一边指挥兰飞去请太医 一边质问苏苏 我又不知道你们今天会来 怎么准备有毒的茶水呢 早就听说你要独占陛下 将宫中的女人都赶走 说不定你一直就背着毒 等我们送上门来 两人的视线在空中交汇 顿时火光四溅 接着苏苏走向静飞 手指在女人肚子小腹等几处 都轻按了下 静飞都直呼很疼 还分不清怎么的疼打 身为医生的苏苏 哪里看不出这人是在装病 于是用她的专业知识 给女人分析了一点 闻言 静飞恼羞成怒 你是说我在陷害你吗 这时侍女拿了一盆玫瑰花进来 苏苏接过又重新泡了一壶茶 许是刚才的茶太凉 还引起姐姐你肚子疼 你试试看我现在泡的热茶 然而静飞直接将茶杯打翻 我可不敢再喝你这有毒的茶 静姐姐 这可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花茶 可以提亮肤色的 闻言 静飞更气了 你是在说我丑 姐姐误会了 我这是看你皮肤有点干 给你补水的 接着又说出 可以让茶杯瘦下小肚子的方法 每个女人不爱美 听到可以美颜瘦身的方法 两人立马对苏苏放下了敌意 这时听闻自己妃子中毒的小皇帝 也急冲冲地赶了过来 却看到自己的男妃 搂着自己的妃子言笑艳艳 这画面怎么看着这么刺眼呢 傲娇皇帝虽身强体壮 却专挑身材纤细的男子事情 即便被折磨到昏迷不行 也不愿喊停 只因他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话阶上集 小皇帝伙击佛了了 赶到苏苏寝宫 没成想去看到苏苏 搂着自己的妃子笑嘻嘻 看着交叠在一起的四肢 小皇帝只觉得异常的刺眼 很想谈谈他们 陛下 您怎么来了 茶飞立马热情地赢了上去 不停闻敬飞中毒了 没有了 都是误会呢 我们现在相处的可好了 妹妹还给我们讲发茶的功效呢 苏妹懂得可真是多呢 难怪陛下会如此宠爱她 不笑我什么也不会 这一番话说的那是相当茶里茶气 而苏苏却邪魅一笑 茶言茶语谁不会呢 接着一把网不茶飞的胳膊 姐姐才不是什么都不懂的 今天不还是做了糕点带来给我品尝吗 哪像我 只顾着关心陛下的身体 对后宫的礼数一点都不懂 文言 两个女人瞬间实话 这还是刚才那个单纯小白兔嘛 没想到段位如此之高 这下遇到对手了 而小皇帝看着两人轻易的姿态 不爽得他直接扯过苏苏的胳膊 拉近自己怀里 苏菲确实该学学礼数 陛下这是吃醋了吗 苏苏扑着男人的脸庞暧昧地说道 没成想下一秒 小皇帝的两指直接插入她的鼻孔 并将它飞开 你给我老实点 看这一屋子女人 小皇帝很是烦躁 抓过苏苏的手腕就要往外走 不料苏苏还记着插鼻之仇 一下甩开了男人 陛下 您先走吧 我和姐妹们都还没聊够呢 小皇帝瞬间皱紧了眉头 同样的话 故不想说两次 而苏苏却细心上身 看着两左右两边 一脸为难 接着对几个女人遗憾道 姐姐们陛下硬要拉着我走 我也没有办法 只能改日再和你们玩了 这小人得志要让两个妃子 恨不得上去给他一拳 却也只能含泪 陆送两人牵手离去 好气啊 而苏苏刚走到御花园 就再次甩开小皇帝的大手 陛下 你这大亭广中瞎拉着我就走 会让别人看笑话 不做事难道还要看别人脸色 而苏苏趁机将小皇帝 避充在树上 您是老大 自然没人敢 可陛下您放着妃子们不去安慰 为何只偏偏拉我出来呢 看着碰撞的鼻头 小皇帝瞬间就只冷起来了 心慌的他一把推开苏苏 窘破道 不只是觉得他们太闹头了 想你帮我分担一下而已 是吗 苏苏再次拉过皇帝的小手 满脸不紧 陛下有如此美貌的妃子 却还嫌弃人家吵闹 该不会是陛下也喜欢男人吧 男人夜夜生哥过老死 没成想再次睁眼 却成古代男妃 喜好男色的他看上 石块腹肌小皇帝 每天脚破脑汁走后门 看着不断口出狂言的苏苏 小皇帝是又气又羞 愤不得撕了他那满是红话的大嘴巴 别说撕嘴了 衣服也任你撕 苏苏继续不怕死地 挑战小皇帝的底线 可偏偏小皇帝 却拿他毫无办法 突然他想到过几天 就是公宴了 刚好可以借此机会 让他和那群令人 头疼妃子互相折腾一番 省得这一天天的 不知死活竟惦记着孤 很快到了公宴当天 几个妃子浓妆艳抹 滑腹加深 想着今天势必要 美过苏苏那个狐狸精 让皇帝的目光 只行在自己身上 而另一边 苏苏既没有华丽的首饰 也没有茶汁抹粉 只是一袭简单的红衫 就出了门 可没走多久就迷了路 想找个人问个路 却连个影子都没看到 大家都忙着宴会去了 早知道刚才应该 带两个人一起出门的 正在苦恼之际 迎面却走来了一大帅哥 来人这正是六皇子景青 小娘子可是一个人迷了路 我乃是陛下的苏妃 原来是苏妃娘娘 失礼了 我还以是来参加 公宴的官家小姐呢 于是两人一开集合 相伴前往宴会 看着一同出现的两人 小皇帝则是满脸问好 他们俩怎么会一起 带两人走近 看到苏苏今天的装扮 小皇帝瞬间看吃了 侯杰不停地上下翻涌 使劲咽了咽口水 一分钟后 小皇帝回过神来 招呼苏苏坐到自己的身边 而一旁的镜妃 看到苏苏今天的穿着 连忙捂着嘴嘲笑 苏妃妹妹今日怎穿的 这般寒酸 连个首饰也没 也不怕给陛下丢了面 不知道的还以为 咱家陛下没钱 给宠妃买好衣服穿呢 闻言 底下大臣瞬间炸开了锅 纷纷讨论起苏妃的来历 这是奶家的小姐 怎么如此寒酸不知理数 就是就是 听说还是安王 从民间网络来的 那也难怪了 听着底下的唧唧喳喳 苏苏娃尔一笑 陛下即便有钱 也应该用在百姓身上 哪能浪费在我的衣服上吧 这一番话一下打开了格局 瞬间让两个女人无言以对 果然段位够高 而在接下来的宴会中 几个妃子纷纷使出看家本领 尤其是静妃的舞蹈 更是让大家夸赞不止 一舞完毕 静妃得意地看向苏苏 接下来该轮到苏妹妹你了 不知道你准备了什么精彩节目呢 啥 还要准备节目 苏苏满脸问号转头看向皇帝 你怎么没告诉我还有这事 太离谱了 眼前这个傲娇皇帝 因不满老公的所求无助 竟故意给老公使伴子 此时苏苏一脸猛圈地看向小皇帝 陛下你怎么没告诉我 每个妃子都要准备节目呢 姑前几天不是让你好好准备来的 可你也没说清楚需要准备啥 身为姑的妃子 你需要有自觉性 而不是连这种小事都要我来说 小皇帝戏谑地瞅着苏苏 这回看你怎么解决 真不愧是腹黑皇帝 有够狡猾的 而一群吃瓜群众也将木木光 冰向苏苏 只等苏苏出丑丢脸 苏苏看着满桌的食物陷入了沉思 头疼不已的她端起快乐水 想要一醉解千愁 突然灵光一闪 有了 陛下这杯子借我用一下 跳舞我是不会 不如给大家变个戏法瞧瞧 只见她把花瓣放入瓶中捣碎 接着将花瓣汁倒入杯子中 然后再倒上透明的烈酒摇晃均匀 这一操作把大家看得一愣一愣的 这道酒有什么好看的 苏菲这是拿我们当好爽吗 苏苏我二一笑 并不理会大家的质疑声 好戏开始了 只见她把一小杯烈酒 滴入刚才的混合夜中 唯一的一幕发生了 一只章鱼怪证从杯底缓缓升起 大家顿时看呆了 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太厉害了 娘娘居然会魔法 苏苏得意地将杯子递到小皇帝跟前 这一局我赢了 变会完毕 大家正要一步之御花园观看烟花盛开 身为皇帝 自然免不了一群妃子为她争风失措 只为赢得她身边的位置 然而忠实苏苏段位更高 三两下就将小皇帝拉到自己身边 然而苏苏并不满足于这么多人围观 于是她二话不说 拉起皇帝的小手就往没人的地方走 陛下 娘娘 你们这是要去哪呀 陛下有点不舒服 我带她暂时离开下 我懂的 公公立马挠补了一场恩爱大戏 殿会都还没结束 你就拉着孤离席 这成河体统 烟花又不会因为没有陛下这不绽放 我带陛下来这里 能看到冻美的烟花 还可以敲默默办事 陛下不喜欢吗 看着绚烂的天空 小皇帝兴潮澎湃 这还是孤头刺看到这样美的烟花 似乎在这一刻 所有的烦恼都随风消逝 感受到热烈的视线 苏苏回过头 正好撞见皇帝内如星辰般的大眼中 陛下不看烟花 看我做啥 苏苏笑着凑近身体 难道陛下是想通了 愿意让我走后门了 见小皇帝并没有推开自己 苏苏胆子立马大了起来 一把捉过皇帝的小手 接着一口咬上皇帝的小耳朵 注意看 这个女装大佬正在啃咬自己媳妇的耳朵 接着一拳重重打在媳妇胸口 而她这样做仅仅只是因为澄清多年 却还不知道自家媳妇的名字 由于媳妇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凡是喊她名字的人都已经和阎王打牌去了 为了能知道媳妇的名字 苏苏又是给变魔术 又是放烟花 还使出独门绝技谈琵琶 终于哄得小皇帝心花怒放 透进苏苏的耳边逼遇到 仅次 两个字如石头一样重重地落进苏苏的心里 小皇帝撩起苏苏散落的头发 别到耳边 孤不管你以前如何行事 但在这皇宫中你就得守规矩 不可以随意直呼呼地名讳 否则脑袋扳架 明白不 那只有我们两人独处时候可以喊 苏苏促身凑近 比如在我们的寝宫 闻言 小皇帝不禁想到两人在寝宫做功课的画面 看着皇帝久久不回答 苏苏笑着打句道 陛下怎么这么容易脸红呢 这时 六皇子景卿突然出现 打破了两人之间的粉红泡泡 皇兄 娘娘 宴会快结束 该回去了 怎么是你 可以看出来被打扰的两人很是不满 田公公那边疼不出脚来 又不放心让别人来 所以就拜托我过来 咱就说 田公公还真是老奸巨华 不想自己承受两人的怒 才故意让单纯的六皇子坐着电灯泡 于是两人指得心不甘情不愿地跟着回去 没成想 刚到宴会上 一群大臣就开启嘴炮模式 纷纷指责皇帝不该不顾礼 中途抛下众人和苏菲单独离去 顾不过才离开一小岁 这宴会就不能继续了吗 你们是不能吃 还是不能喝 就这么急着给顾扣上美色误人的帽子 众大臣立马吓得胆战心惊 这时安王站出来替大臣们开脱 小皇帝立马明白这些人定是安王指使的 顾目相对 无形的硝烟一触即发 而身后看戏的两人却说起了悄悄话 娘娘这是害怕了吗 不过是摸了一会鱼 有啥好怕的 摸鱼 这还真是有趣的说法 苏苏凑到就六皇子耳边悄悄询问 再拧着摸鱼被抓 会有什么后果 而六皇子为了方便聊天 提议转移场地 于是两人趁着大家不注意 捏手捏脚地离开这火药味十足的现场 刚到没人的地方 回到六皇子的鞋子是个假货 鞋根竟然在此时断了 他一个不稳 身子往后倒入 而苏苏眼疾手快立马撑上去抱住了男人 没事吧 太离谱了 媳妇在前头和别人吵架 老公不帮忙就算了 他跑去和自己的弟弟约会探星星 就在半个小时前 房帝景四和南非苏苏中途离开宴会 去没有人的地方观赏烟花 没成想回来 却遭到大臣们的口诛比较 于是双方展开口水大战 而苏苏和六皇子却趁机离开现场 偷偷跑去隔壁单聊了 要才刚到偏僻的地方 六皇子就现场表演了个平地摔 还好苏苏眼疾手快 来得出美救英雄的戏码 咱就说 苏苏还真是男友力十足 不过你这样 小心皇帝提着两米长刀赶来 而六皇子此时很是尴尬 连忙起身表示感谢 没事 小意思 苏苏淡淡地回答 看到苏苏愁眉苦脸的 六皇子顾免有些担忧 娘娘是在担心陛下吗 皇兄很小就继承皇位 一直以来都很听皇叔的话 这还是我头次见皇兄 做出这样出格的事情 然而苏苏却觉得小皇帝叛逆得很 并不是那种循规蹈矩之人 而另一边 受到皇帝顶嘴的安王决定 要给这不听话的小皇帝一点教训 深夜 皇帝忙完回到寝宫 就看到苏苏靠在床头打着躲 听到动静 苏苏猛地睁开眼 陛下怎么还训到这么晚呢 皇帝有点惊讶 你这么晚没睡 是在等姑吗 当然 毕竟陛下是因为我受到连累 我总要关心关心你 苏苏边说边动起手来 小皇帝却自信满满道 救他们 放心吧 还轮不到他们训姑 是吗 苏苏逮着机会就凑近 可我怎么听说陛下以前可乖呢 从不会做愉悦之事 锦卿和你说的 不是 我做梦梦到了 小皇帝一把推开苏苏质问 中途你们俩跑哪去了 去了御花园聊天看星星 什么 小皇帝瞬间生气了 一把抓过苏苏的手腕怒斥 身为孤的妃子 你竟然敢和别的男人聊天看星星 脑袋不想要了吗 怎么 陛下这是吃醋了吗 苏苏笑得一脸得意 接着直接将小皇帝推倒 需要我和你保证以后 只和你聊天看星星吗 几次 闻言 小皇帝一愣 支支吾吾道 你再这样放肆 是要付出代价了 什么代价呢 苏苏满脸期待 苏苏真的好会啊 男人不过是几天没睡觉 没成想尽又发心梗一命呼 再次睁眼 他一身红架衣躺在皇帝身下 面对皇帝的好颜色 喜好男色的他蠢蠢欲动 是要攻下这高冷帝王 我苏开既可从来不屈之人下 这天苏苏来到藏书阁查阅医书 想看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资料来配置紧 省得要被安王那个大坏蛋拿捏 不料却被看门的 以禁止女眷出入为由将他拦住 苏苏不禁吐槽这个朝代 还真是思想落后 看个书还要分男女 正当他和守卫争论不休时 六皇子景气突然出现 这家伙是在我身上装了监控吗 怎么走到哪都可以碰见他 于是在男人的担保下 苏苏成功进入藏书阁内 然而打开书的那一刻 他立马傻了眼 这上面的文字他完全看不懂了 没办法 他只能向六皇子投去求救的目光 接收到视线 六皇子连忙关切的询问 娘娘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啊这该怎么和他解释 苏苏简直头大 难道直接说自己不认字 这样太丢人了 那那个 我之前学医都是听师傅口述的 所以我其实不太能看懂这一书 不知道你能否帮我翻译一下 苏苏尴尬的要扣脚趾 文言 男人很是惊讶 随后笑着开口 方自然是可以的 只是不知道娘娘要如何报答我 好家伙 竟和我提条件 苏苏直接低头抬起男人的下巴 那六皇子想要什么呢 尽管提 这暧昧的姿势 瞬间让男人羞红了脸子 接着一把推开衣书 扭过头小声嘀咕 娘娘先欠着吧 等日后 我想好了再找你兑现 那我随时恭候 苏苏笑得一脸不意 于是在男人的翻译下 苏苏成功明白了书中的内容 不知道娘娘看这些是做什么呢 研究一种语 什么 男人不可置信的张大嘴巴 嘘 苏苏比了个近身的手势 这是我的秘密 不准告诉旁人 娘娘放心 我一定替你保守这个秘密 六皇子信誓旦旦的保证 那就好 苏苏处着脸定睛看向男人 而此时另一边的小皇帝 却行单隐之 落寞地抬头看天 也不知道苏妃在干什么 于是他连忙召唤出小安慰询问 得知苏苏今日和六皇子 在藏书阁单独待了一整天后 小皇帝气得拂袖而去 好家伙 竟敢在我头上种草 细经一声穿到古代城南飞 喜好男色的他 无时无刻不再聊人 这不 前脚刚和小皇帝摇耳朵 后脚就去调戏自家小叔子 将人迷得脸红心跳 而得知苏苏竟和自己的六弟 在藏书阁单独研究医术 小皇帝立马打翻了醋坛子 气势汹汹跑去兴师问罪 此时 苏苏正在导步解药 看到突然出现的男人有些惊讶 陛下今日怎么有空来 姑有事问你 说吧 一把捏住苏苏的下巴质问道 你昨天是不是和六皇帝 去藏书阁了 是 听到肯定的回答 小皇帝气急攻心 捂着胸口冷汗直流 陛下 你这是又犯心急了 苏苏连忙将人扶到床上 见小皇帝一副痛苦的模样 苏苏很是心疼 看来只能用老方法了 于是苏苏并起两根手指 插入小皇帝的口中 不断刺激他的咽喉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皇帝眼角含泪 意识逐渐涣 迷迷糊糊中 他又回到了小时候 父皇将皇位交给自己后 就驾赫西去 这么多年来 自己如傀儡般被皇叔操控 没有人能懂自己的心酸 浑浑噩噩中 小皇帝将眼前的苏苏 看成了自己的父王 于是委屈巴巴的开口 父王 儿臣真的好想你 见小皇帝已经开始说胡话 苏苏只好扯开他的领口 将手指插得更深 不一会 小皇帝终于恢复了理智 丢水 苏苏连忙去到了一杯 递到男人面前 能自己喝吗 还是需要我用嘴喂你 文言 小皇帝夺过杯子一饮而尽 你也就敢在这种时候 何不嚣张了 而苏苏直接坐在小皇帝 身侧调侃道 陛下刚刚可是抓着 我的手叫爸爸 还说很想我呢 你放肆 小皇帝抬起手 就到打死这个 胆大妄为的男人 不料却反被苏苏扣住手腕 陛下如今正无恙 还是等休息好了 才有力气动手 不收拾你难道还要挑日子 小皇帝气得直冒烟 反观苏苏嘴角挂着 得意的笑容 陛下这不仅要挑日子 还要分情况呢 说吧 抬手捏住小皇帝的下巴 意味深长道 比如像现在这样 我收拾陛下也是可以的 看着小皇帝 那一脸生无可恋的模样 苏苏知道眼下并不是好时机 只好起身离开 房间就暂时借给陛下休息 我去别处睡 什么借给孤 这宫里的一些都是孤的 包括你 啊对对对 你生病 你说什么都对 太离谱了 丈夫和小叔子切磋武艺 被媳妇发现 非但不认错 竟还被媳妇动起手来 直接将媳妇搞得泪眼朦胧 不省人事 隔天 为了给小皇帝赔罪 祖苏特地准备了丰盛的火锅 看着满桌的食材 小皇帝不明所以 这人又搞什么花样 陛下 这是陈家乡的美食 叫做火锅 只需要把食物放进里面烫一回 就可以吃了 可美味了 贵河姑从未见过这种吃法 陛下 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您没见过也很正常 陛下 您看想吃什么 往里面刷刷就行 难道还要姑亲自动手 做这等事 看着小皇帝那一脸的傲娇模样 苏苏只能任命地伺候起这位祖宗 将烫好的肉滴到男人嘴边 亲爱的 吃吧 小皇帝直接张嘴含住 没想到 只是把食物简单地扔进水里 主意会浸会这么的美味 而如此美味又怎么少得了快乐水 于是苏苏将自己调制的佳酿递给小皇帝 陛下您喝喝看 小皇帝一饮而尽 味道还真是不错 于是忍不住多喝了几杯 一轮下来 脸颊已染上粉色 一副醉眼朦胧样 见状 苏苏凑近身体 不知道在陛下眼里 我是个怎样的人呢 是一个特别的人 喝醉的小皇帝 俨然成了听话的乖宝宝 别人我都可以一眼看透 唯独你 不看不懂 你行为举止是那般的古怪 却又很自然 明明是皇叔身边的人 却又好似站在我这边 文言苏苏直接将小皇帝拉进怀里 我是陛下的妃子 自然就是陛下的人 哪有男人当妃子的哦 小皇帝捏着苏苏脸 但瞅怒道 文言 苏苏定睛看向小皇帝 我的人 我的心 都完完全全只属于陛下 说吧 苏苏吻上了寂予已久的红唇 两唇相接 一股奇异的电流 瞬间涌向小皇帝全身 不知过了多久 苏苏将晕乎乎的小皇帝 扶到自己寝宫 陛下把衣服脱了再睡 文言 小皇帝很是配合地抬起胳膊 看到男人如此听话 苏苏忍不住揉了揉小皇帝脑袋 要是平时也这么乖就好了 放完衣服后 苏苏固今抚摸着小皇帝的脸庞柔声道 好想带你回我的家乡看看 话音未落 沉睡中的男人突然抓住他的手腕 接着用力一拉 苏苏整个朝前倒去 太离谱了 堂堂皇帝惩罚宠妃不成 尽反被压着彻夜研究进口梦 隆纵杖里 小皇帝缓缓睁开双眼 环顾了一下四周 发现自己竟躺在苏开记怀里 回想到昨夜的情景 自己貌似喝醉了 还被苏开记给抢吻了 想到这 他扶着晕乎乎的脑袋缓缓坐起身 结果却被一只大手又摁了回去 陛下这是准备开溜 不想对我负责了吗 苏苏捏着小皇帝的下巴紧紧地盯着他 闻言 小皇帝直接推开男人的大手坐起身 一脸淡定地开口 身为孤的妃子 这是你应尽的义务 说吧傲娇转身离去 回到寝宫后 小皇帝坐立不安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不排斥和男人亲密 况且在这件事情里 自己还不是占据主动权的那个 自己只是一时被蛊惑了而已 为了找回厂子 他决定今天宠幸后非 看着城上来的一排人民 最终他选了单纯的兰妃来侍寝 晚上 兰妃局促不安地来到皇帝请宫 这还是他头次侍寝 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看着兰妃慌张的模样 小皇帝直接将人拉进怀里 让姑来教你 说吧捏住女人下巴 缓慢凑了上去 就在两唇即将碰到的那刻 小皇帝顿住了 他根本就下不去嘴 由于片刻后 他一把推开女人 兰妃揉了揉摔疼的大腿 委屈巴巴地控诉 陛下就算不想教 也用不着把我推到地上吧 小皇帝无奈地叹了口气 手指指向一旁的糕点 那是你爱吃的桃苏 赏你了 真的吗 兰妃一扫阴霾 瞬间开心地向男人道谢 随后兴奋地拿起糕点 侯也不回地飞奔离去 生怕晚了男人会后悔 回去的路上 兰妃一边吃糕点 一边觉得今日皇帝哥哥很是奇怪 大半夜叫自己过去 就为了让自己吃糕点 难道是苏姐姐生病了 想到这 他决定去看看 得知小皇帝竟让其他人事情时 苏苏脸瞬间垮了下来 眼里闪过忧伤 可在听到两人什么都没做 苏苏立马笑出了声 陛下这是极拙想要证明自己吗 苏苏笑得一点得意 我得去看看 两口子真会玩 男人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竟被男妃吃干抹尽 并且自己还不是掌握主动权的那个 然而男人并没有想象中的排斥 只是苦恼自己为何不是出力的那个 为了证明自己 他连忙换来妃子侍起 没成想对着貌美如花的妃子 自己却没有任何感觉 难道自己真的喜欢男的 此时 小皇帝苦恼地喜去一身的疲惫 殊不知罪魁祸首正悄然而至 苏苏对众人比了个近身的手势 接着捏手捏脚地靠近男人 见状 有眼力尽的工人们连忙退下 临走时 还不忘将门关紧 真不愧是CP粉头子 此时 苏苏留着哈喇子给小皇帝擦拭身体 手不自觉慢慢往下 正当要到达目的地时 突然一只大手抓住了他的手腕 你差不多就行了 别惹火 原来陛下早知道我来了呀 怎么刚刚不说呢 你再叫姑做事 小皇帝一脸傲娇 苏苏连忙俯身凑近 我只是听说陛下赵兰飞事情 却什么都没做 担心陛下有某些隐疾 若陛下和我说 我兴许有法子可以医治 文言 小皇帝一把拽下苏苏的衣领 姑有没有隐疾 你还不清楚吗 说吧 小皇帝直接扑向苏苏 没成想又被苏苏抓住手腕 再次压到身下 陛下 我可从没有屈之人下的习惯 姑也没有 小皇帝虽还想在挣扎下 却依旧是已软及时 半个小时候 苏苏搂着小皇帝安抚道 陛下 问问你的内心 如果真的无法接受 为何却从未真的推开我 苏苏温柔地别过小皇帝的头发 我知道陛下一路走来的孤单和不容易 以后你就不再只是一个人了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做你坚实的后盾 看着苏苏深情款款的模样 小皇帝犹豫了 姑真的可以信你吗 当然 苏苏信誓旦旦地保证 闻言 小皇帝定睛看向苏苏 嘴角慢慢扬起 隔天 苏苏在雨中漫步 不远处一个熟悉的人影 引起了他的注意 走近一看 竟是六皇子 六殿下还真是有雅性 这种天气不在家待着 竟跑到这写字 六皇子脸颊微红 不知为何 听着这雨声 格外让人心平气和 所以这才来此听雨写字 闻言 苏苏笑着表示 那我俩还真是有默契 我也喜欢听这雨声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打算在这朦胧的烟雨里 做些有意义的事 人前她是温柔似水的女宠妃 人后却是一心 只想吃掉小皇帝的大总公 看到名义上的小叔子 夏宇天 还在梁亭里写字 苏苏不禁来了兴致 她也想学一学 这个朝代的字体 不知娘娘要学何字 我想学陛下的名字 闻言 六皇子愣了一下 心里酸酸的 娘娘和皇兄还真是恩爱 只是我不能直呼陛下明慧 闻言苏苏有些失望 不料六皇子话锋一转 不过 我可以教娘娘我的姓氏 说吧提笔写下紧字 苏苏立马跟着临摹 看着苏苏那认真的模样 六皇子想了想 还是提笔写下一字 这是祭祀的四 见状 苏苏一愣 刚还说不能直呼皇帝明慧 现在却变着法子 教他皇帝的名字 六皇子还真是温柔善良 闻言 六皇子紧轻脸颊 不禁染上粉色 我再叫娘娘一些其他字吧 接着在纸上写上青字 青正是六皇子的名字 他心里希望有一天苏苏 可以用上他的名字 晚上 小皇帝风尘仆仆地 来到苏苏请宫 却不见他的身影 只瞧见桌上一张怪异的纸条 拿起来一看 顿时满脸嫌弃 居然还有人能写出 这么丑的字来 陛下 我这一天速成 能写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苏苏冷不丁地出现在身后 这是我亲手写的欺负信 陛下难道不满意 苏苏目光紧紧地盯着小皇帝 似乎他只要敢说一个不满 立马就要提刀剁了他 小皇帝心虚地连忙喝口茶 压压惊 陛下 最近一直下雨 这是我给您做的驱师热茶 您喝喝看 小皇帝立马皱紧眉头 这茶味道好难闻 孤才不喝 怎么 陛下是想我喂你吗 还是说陛下更想做一些屈寒的活动 苏苏捏着小皇帝的下巴 满眼戏血 闻言 小皇帝嘴角悄悄上扬 孤响 当细经医生遇上高冷皇帝 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由于连续下了一个月的大雨 导致多地洪暴灾害频繁 朝廷只能出面震灾 为了防止中间有人中饱私囊 私吞震灾银两 小皇帝直接派了新上任的温尚 下到灾区 然而 这依旧逃脱不了有心之人的魔掌 此时 一群蒙面黑衣人持刀向温尚书胸膛袭来 千军一发之际 一枚飞镖凭空出现 直接挡下了这致命一击 刺客抬头只见一红衣少年持刀 从空中飞来 来人正是小皇帝给苏苏的暗卫清玄 面对人数众多的黑衣刺客 小清玄邪魅一笑 刷刷几下 就将几人打得倒地不起 就这 还不够我热身的呢 小清玄一脸傲娇 见没有了打斗动静 温尚书这才敢探出头来 得知红衣少年是陛下派来的 他顿时赶机涕零 浑身充满了干劲 眼看马车已破烂不堪 小清玄只好提议男人骑马 不料男人却尴尬地挠挠头 我不会骑马 闻言 小清玄无奈叹了口气 接着一把将男人扔到马背上 只能自己带着他骑了 也不知道妃子姐姐拿找来的笨蛋要他保护 得赶紧把人送到目的地 才能回去保护妃子姐姐 而另一边 得知苏苏竟然将清玄派去保护温尚书后 小皇帝大为不满 见状苏苏细经上线 我只是想替陛下分忧解难 陛下不会怪我吧 说把委屈地拽住皇帝的胳膊 想要撒娇 却被小皇帝一把甩开 孤派清玄保护你 如今你倒是擅自支配起他来了 而且你能想到的事情 你以为孤纳皇叔他能想不到 如今你身边没有清玄 你说他能放过这个机会 闻言 苏苏这才反应过来 小皇帝之所以生气 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安危 他开心地一把拦过皇帝的脖子 我这不是还有陛下您吗 为了保证我的人身安全 陛下这段时间就和我同吃同住 形影不离 好不好